咱们这咖啡是哪一年开的? 哪一年开的? 85年 好早 接下来我们就去二队咖啡了 往这边走 真的有一种像穿越回泰国的感觉 现在就已经到二队咖啡了 往这边走 咖啡是个被人熟知的博来品一样 在我国的历史并不长 而在大陆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则开始于云南 20世纪初夜 法国传教士将第一批咖啡树苗 带到了云南大理冰川县 从此咖啡便开始了在大陆的种植 而云南省的第一个咖啡厅 也出现在云南大理的冰川县 而我们今天要打卡的二队咖啡呢 以及当地的咖啡文化 可以说是都是由 当年东南亚的龟桥们带来 法国人将咖啡文化带到越南 越南龟桥又把咖啡文化带到了冰川 法国人当年在朱古拉种下了咖啡 如今又在冰川这个小桥村 迸发出了怎样的火花呢 我现在就已经到二队咖啡这边了 据说这个咖啡是云南省的第一家咖啡 1985年开的 然后就是冰川的这个二杯咖啡 喝一杯咖啡吧 这个雨开始下起来了 不知道一会儿回去什么样 在这点应该是 看下菜单 除了泰国之外 好久没见过这个价格的 树也没见过 你看这些阿奶们 在这个树下面好安逸的 然后这边就是这种小石桌啊什么的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冰川的二队咖啡 这个咖啡店从1985年就有了 它的由来呢 应该是这边的一些华侨带过来的 然后越南华侨这边带过来的 现在深属在这边的感觉就是很接地气的这种咖啡 然后旁边人也都在聊天啊 刻着小瓜子 就仿佛穿越到了越南的感觉 这个感觉还真有点像穿越回越南 因为像越南的话 他们也都是这种地摊咖啡 然后刻着小瓜子啊 喝着咖啡 也挺舒服的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冰川是一个什么地方 我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冰川这个地方呢 就是它是一个水果之香 然后有以这个葡萄出名 过一段时间这个葡萄可能就很快就要上市了 就是阳光玫瑰 这个特别出名 还有像其他的水果这边也都有 你看路边我刚才拍了随处可见的这个就是芒果 它是这边大理的一个县 然后整体的感觉就是一个普通的县城 但是生活节奏啊还有舒适度啊 这个气候好像和大理的还不太一样 因为你看长这个芒果呀还有这些木瓜呀 什么的感觉都是要偏再热一点的地方才长 所以冰川这个地方还是蛮舒服的 冰川这个地方还是蛮舒服的 冰淇淋咖啡 谢谢 这一杯是16 还不错耶 固承 随随便便便一杯咖啡 基本上都有28以上 已经好久没有喝这种带糖的咖啡了 不过喝起来味道感觉还不错 嗯 不错不错 它有点像这种炭烧口味的咖啡 烫平 现在咱就往回走了 往古川走 因为我觉得下午这个天好像要下雨 咱们这一期的冰川之旅就到这就结束了 拜拜 啊耶 怎么一到了快到下关 这个就风雨交加的 天哪